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汉唐属于独立于皇帝处于不受控制状态 而明代的宦官完全依附在皇帝身边 他们的权利来自皇帝的授予 离开皇帝啥也不是 这就给崇祯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和权利 使得崇祯可以就聘一道圣旨 就让魏忠贤上吊 魏忠贤死的不是时候 他在死的时候 东宁党不敢太放肆 大明的皇帝能有钱花 东宁党就此一家独大 崇祯就没有钱花了 明朝是亡于东宁党之首 魏忠贤对这些人还是杀少了 至于在忠于大明朝的问题上 东宁党真不如这些美软的太监 这群天天喊着 中军的东宁党更像太监 好了 本期的自得说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